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期你将代表老婆队 对战老公队 你有信心赢得本次比赛吗 哈喽各位芒果TV的宝宝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甜蜜的任务是主持人小李 李璐儿 那本期我们的甜蜜的嘉宾 就是在新生日记当中的 合伙人夫妇 李爱 张许宁 还有我们的萌新夫妇 满队 张杰 欢迎两队 付出到我们甜蜜的任务作客 欢迎 四位可能有所不知 录了这么多期节目 这是我们甜蜜的任务 最有仪式感的一次 因为平常我一般就是顶多采访一对 今天两对 所以我就是双倍双倍的多余 我以为你要双倍双倍的拿通告费了 没有 平时都只采访一对 突然就来了两对 得拿十分钱 必须要上公司 节目组听到了 所以我觉得节目组对我最后的温柔 就是今天让我坐在中间 今天其实为什么就是要把 我们老公和老婆分开 就是分成两方 今天要进行的一场就是甜蜜PK赛 希望四位在节目当中畅所欲言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就叫做 甜蜜抢达 这个环节就是也就是分为老婆方和老公方 通过按那个面前的0的形式 来选取问题的权利 因为我们节目组就是搞事情 搞事情 准备了很多很刺激的问题 那大家来吧 谁怕谁 我们一点都不怕 好 拿起面前的铃铛 3 2 1 走 艾姐还是先人一步 对 好 来 黑幕 黑幕 3 2 1 走 这么说很容易抢成一片吗 这是考验我吗 所以是考验我的听力 但我觉得刚刚艾姐还是先人一步 对 好 黑幕 黑幕 除了老婆谁是你圈内的女神 圈内女神 我这个圈内我可以说的稍微大一点 你怎么定意还上千呢 我曾经当着脸的面 然后跟权志贤的那个人行牌合影 人行力牌 要好脸吗 爱姐是什么反应 她是跟权志贤合影 我就去跟金秀贤合影 谁怕谁 但是我一过去之后我后悔了 金秀贤的脸皮我还在小一圈 有一次我就是在外面拍戏半个月回家 我不是应该你浓我浓一下吗 也有结果她在车上说 我觉得真是说张得好好看 我以为她会说我觉得谢娜还挺好的 刚好她也叫张杰 听说就是叫张杰的都很疼老婆就是了 真的不好看 就是因为我觉得电视剧那个性格还好 那个角色可以 越抹越黑 还是太年轻了 那应该怎么回答 不是就是 只跟那个广告牌撞相 你那个更格纯 看电视就可以了 我们是现场作品 怎么回事 我们开始护肤了吗 就是才第一道题 怎么就已经这么火热 来我们接下来第二轮的强调吧 来三二一走 徐英哥很快 请给老公宝宝自己进行家庭地位的排名 当然是老公第一位 但现阶段因为宝宝还小 需要我们两个同时对他付出 好官方 滴水不漏 太官方了是不是 我们家是我 我老公 然后才是宝宝 我宝宝没有出来 宝宝出来之后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老公前面还有二童 还有一万 还有六只 我一开始听二童 我以为是二童是一只狗狗 张杰你要问吗 嫁给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嫁给我吧 对吧 要不然呢 这是我来问 这是我来问 这是我听完了吗 嫁给我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我很想知道 我明明就是舒服 因为我觉得我老公跟我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新鲜气刺激 我想加入这种生活 请说出老婆的三个缺点 宋银气 好看啊 好漂亮啊 缺点 还是好看啊 我的缺点就是长得太好看 是不是老公 确实是 就没办法 这脾气太好了吧 什么 他说的脾气太好了 但是前面那个也是反的 是吗 也不是 这个牌子上有我的缺点吗 一直看 就是可能 太自我了吧 他有自己的想法 可能我也没有发言权吧 大家也都是你听小白同学的 听老婆的话吧 但你应该很开心吧 开心 你希望我成为女强人还是小女人 你小女人 那你的意思是 我现在做的不够合格了 也不是 不因为你已经体验完女强人这个身份了 意思是我要转型了 就是你可以在外面是女强人 然后回家做我的小女 你可以 这个句式就是我现在 她没有做到 老婆你说需要我怎么问吧 没有 我其实觉得刚刚的那个 还蛮标准的就是 因为爱姐其实在大家印象中 一直都是非常独立的女性 就是女强人 我们女性现在已经非常的独立自强 然后可能你小女人的一面 只有徐宁哥可以看到 好 来 下一轮的强大 三 二 一 走 好 还是爱姐 请说出老婆在孕期间 很作的三件事 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张杰 换医院 这个算做了吧 产检换了三家医院 那你怪她咯 不怪她 觉得换的好换的没有 就换的太好了 因为我们太年轻了嘛 就可能就没有什么经验 就没有什么对比吧 就是我觉得换来换去 就觉得后面是最好 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就去学习 不断的去选择 反正就是最终的肯定是最好的就对了 对 这是第一件 还有呢 三件呢 这拙的事情 可能还有就是 嗯 是一吵架就开始说 要离婚 就开玩笑的那种 我也知道他不可能 但是到那个情绪了 然后他就会说这句话 还有呢 三件还有一件呢 还有一件 要把他逼死了 这条题看来真的难为你了 嗯 好 说明我们的小马腿 点得不错 让他们一个机会吧 我们不按了 让你们 你们问吧 你心目中最完美的老红 是什么样子 就你的样子 我觉得可能就这块 应该把我们三个劈掉 哈哈哈 他完美 就代表我们的眼光好了 没错 最想吐槽 老公哪一次的约会安排 张寻莹 基本上我们一起去旅行啊 出去玩啊 或者是干嘛 都谈了 对 那我们家都是我做主 因为两个人 总有一个人喜欢做点这个事 我就喜欢安排好 然后你就跟着我的这个节奏走 我觉得很开心 我跟你说 这种问题就一定要说 他都安排得非常的好 要不然他以后就不安排了 是的 是吧 这家里的完美的合作就是这样 所以老公 你没有一次的约会安排 我是不满意的 都好棒棒 完了 感觉进入了自己挖的一个坑 描述一下 对老婆的初印象 初印象就是50分 不及格 也不是不及格 就是我可能对第一印象的其他人 就给你打10分 不觉得她漂亮吗 觉得漂亮 所以给50分 50分都是颜值 这个问题我能问一下我老公吗 你对我的初印象是什么 因为这会儿 其实我们岁数也不是特别小了 289岁了 然后就觉得 这姑娘这跟我想象的明星不太一样 接触下来就跟我们身边的朋友是一样的 说话还能跟我们下去撸串 就这种感觉 完全没架子 没架 那个时候就蠢蠢欲动 没有 就我觉得条件又好 然后又为人又比较平和 然后就觉得她肯定会成功 他那个账的问题 人家夸自己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就我特别想知道就是 因为你们是爱姐的经纪人吗 你们是先是 先是工作关系 对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 我当时的经纪人就是 为了爱情要奔走远方 然后比较突然 当时就有点慌了阵脚 因为等我朋友认识他 知道他当时在工作上 其实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他就想辞职 然后到国外去留学 嗯 刚好呢 他又在挣扎去不去 我说你要不你先别去 你帮我一下忙 就帮我顶这个空档 一顶就是十年 那挺幸福的 对对对 关键还顶了一席二回家 现在换小马说说 对张杰的有出印象 觉得还挺好的 但那个时候 他就很认真地推销9 你敢打多少分 他打50分 当时你打多少分 我都可以给他打到七八十 他给我打50分 但是他对别人就是打10分 对对对 他认真地给你推销酒 对啊 他就很想我们买他的酒 一会儿又走上来一次 一会儿又走上来一次 还去我们奶茶店喝奶茶 然后一来而往才熟悉起来 你是为了推销酒去喝奶茶的 还是就是为了喝奶茶呢 就是看这个人呢 他就喝奶茶的 对不对 哈哈哈哈 那在这里呢 我又想问你 希望对方改变的一个生活系统 就是每次他换了衣服 就会哪里脱哪里丢 本来我家里面是很干净的 就他出差回来以后 打开行李箱 然后就开始他的表演了 就是沙发上会放一堆 厕所会放一堆 房间里面会放一堆 化妆间也会放一堆 就完全不能知道 到底这一堆是该怎么样处理 生活的气息 爸 你们家 你家也太乱了吧 哈哈 我们都想冲进去 帮他叠下衣服是不是 薰林哥 我希望他可能 能在比如说 他的工作和学习这方面 稍微的 把那个要墙收一点点 就他太努力了 你知道他一天能学英语学多久 他能学六个小时 无论什么时间 零碎的时间 大家可能就比如 看看剧院 看新闻什么的 这 大姐就看着英语了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老公是心疼 出院 好 非常谢谢四位 跟我们分享的 在节目当中 这么难忘的体验 也希望新生日记 可以给四位 带来非常美好的回忆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 这个环节呢 就是 甜蜜 辩论了 因为小马不是在节目里说 非常希望 就恨不得眼前 有100个人投票 当场辩论 对 感觉 恨不得有100个人现场 给我们投票 我说你怎么不说呢 你不是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吗 出来讲啊 反驳我呀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甜蜜辩论场 甜蜜辩论阵 李爱与马监月 将分别接受粉丝规定的 早婚好晚婚好话题 进行现场辩论 到底谁才是最强马拉变手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代表 早婚好的小马同学登场 大家好 代表晚婚好的爱姐随时发言 可以开始你的发言 好 首先我觉得这道变题呢 都讲到了早婚还是晚婚了 说明你身边已经出现了一个 让你觉得可以结婚的男士 我不同意刚才小马同学说 你想要晚婚还是早婚的时候呢 你身边一定已经有一个 可以结婚的这个对象出现了 那既然你这辈子都要跟他结婚了 当然是早一点早享受好啊 早买早享受 对吧 他其实可以谈恋爱啊 对不对 因为谈恋爱跟结婚毕竟还是两件事情 一位伍仁说过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 耍流氓 都是耍流氓 耍流氓 啊啊 ah ah 嗯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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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 你这样一直耍流氓的行为是不对的 可以一直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 谈下去 谈个十年八年 我仍然是以结婚为目的的 但是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 感受恋爱的过程 不需要感受这些 我们就是想快点 能够成为法律上合法的夫妻 做合法的事情 现在离婚率为什么高呢 就是大家没有想清楚就结婚 所以才有离婚率这么高涨的事情 只是你这样想而已 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你伴侣的想法 你伴侣就很想跟你找婚 结果你非要晚婚 拖着人家都觉得 哎呀 结不结嘛 不结算了 我再去找下一个了 所以你早一点表明态度 早一点让他觉得 哎呀 结得多好 你今天是不是在节目上说 早点结婚 早点生娃娃好一点 这个经历啊 恢复都要好一些 那你还要有经济基础呢 对不对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龙生龙凤生凤 老鼠生的儿子会打动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庭 生出来的娃娃 总是可以养得活的 没有 还会到 你就从结婚去到生孩子了 太快了 我还在讲结婚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要先有物质基础 对吧 然后才能够发展精神的上层建筑 是不是 那结婚这个事情呢 肯定还是要灵魂上的沟通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趁着这个年轻的时候 打好物质的基础 然后呢 等到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呢 再进行我们的 我不管 我就是要找婚 那我也不是就是要 我也是没办法拖到了 拖到了 有时候对的人他来的太晚了 迟到他迷路了 那怎么办呢 行吧那我这个对的人就是来的太快了嘛 他一下子就找到我了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来的这么晚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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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算了 那算了 算了 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深夜的激情辩论 我觉得我们在场的两位丈夫老公 还有这边我们身上那个都可以投票 我们支持早婚好的朋友请举手 快点啊 等一下我买夜宵 再来支持晚婚好的朋友请举手 三天夜宵 每个人都抵十票 大概分数也就是什么一百分抵一百分这样了 就是说早婚好还是晚婚好 其实都是各有各的好 我记得艾姐在节目里面说的 特别打动我的一句话就是说 盔甲你一直都有 但是软肋最近才有 然后在这里要祝福我们的两边的家庭都要幸福美满 然后也要祝我们的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是早日找到属于自己这个对的人 好那么接下来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互动环节了 就是你画我猜 你画我猜 甜蜜夫妻们将根据粉丝布置的游戏词语 选择三人在规定的五秒时间内依次传递画画 最后一人将进行猜测 成功猜出答案即可为粉丝赢得专属福利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前面三个人合作完成这一次画 然后最后一个人来猜我们画 那我们定下谁来猜 你画吧我猜吧 我画也不太行 我画吧要不然 你第一棒吧 不可以写字要画出来 好我们三二一走 这什么鬼啊 这什么鬼啊 快点快点 好难啊 快点快点 5 4 3 2 1 好的下一位 好 5 4 3 5 2 1 好 我觉得我可能难度很大 5 4 3 2 1 来爱协请征典 嗯 6个字 对不起 哈哈哈 你看一下他们在干嘛 哦 baby 哈哈 动作 干嘛 亲嘴啊 对对对 耶 他们在干嘛 他他是他的神 嗯 今天征典跟我说过的 就对你说过了什么 宝宝 就他们在干嘛 在亲嘴吗 就是连起来怎么说 宝宝在亲嘴包 这是一首歌 金青我的宝贝 哇 这个都可以对 对 对 厉害了 那我们再来下一集 下一集 还下一集来猜吗 来来小马猜 我猜吧 对对小马猜干嘛给他本次 哈哈 自己画自己猜啊 来好 好 好 三二一走 这太简单了吧 这我不用画 我都给大家 是他不会猜对 哈哈哈 这个画就是比较难了 哎 那个不能写是吧 不能写 就说吧 我觉得说题是可不可以 好了 五秒时间已经到了 哈哈 啊 这是你就是开头 我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 我的话画一个吧 哈哈 二号画师否认了一号 三二一 最后不会是三幅画吧 哈哈哈哈 哈哈 好 小马猜一定直演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我们不提就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是一个节目里的 节目里面的就是什么 她的性别是什么 女的 对 这就是第一期给你 一直互动了一个 什么 彩儿姐 全名 硬彩儿 好 我喜欢她出去 这个她也抽象了吧 谁啊 来一个特写啊 彩儿姐 应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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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画个这个性别 然后画个沙发 就是我们再逃 沙发我不会画 好 我们来下一题 来来来 徐宁哥看 徐宁哥看 好 好 好 我们直接看题了 好 来 321走 这是个大功臣 好了 五秒时间已经到了 好 还可以呢 好 那我因为前面的超时 我要解决三 2 1 好 来 你这样画一到是什么意思 4 3 我该加什么 2 1 好时间到 好来 其实我们少画 还是少画了些人的 幸运之家 所以这一条是二楼的意思吗 二楼 这条线很重要 真的 对 因为这个房子的形状是我们那个 但是如果要没有这条线 果然男人的思维就是 通道 来我们最后一条 张杰猜猜 来看题 321 我最怕就垮掉了 时间到 你这是什么 这是我 我知道了 那我应该画什么 4 3 2 1 好时间到 对 这个环节我们不能有其他任何的提示 要硬猜 到底几个字 这是什么鬼 六个字 不能说话是吗 反正已经提示的挺到位的了 这是两个人 其实是两个人 好的 提示到此为止 就是两个人 就是两个人的名字加起来五个字 就是马建月和张杰 对了 对了三个字 马建月三个字对的吧 然后三条 两个人 马建月 然后恋爱 这怎么能想的就是因为是两个字吗 就是两个人吗 对了 这个狗是什么 这是狗吗 他画完这个我慌张了 这是马 这是马 其实这个好形象就是一个是小马的姓 我以为就是像我们家二童的感情 我以为就是像 我以为马建月叫二童吗 这叫什么 我本来就想画一个可爱的女生 跟一个很高的女生 他画完这个我就 我该怎么办 还有尾巴 可以的 可以的 很棒 徐英哥这个夹得很好 头发是吗 这种 葱毛的感觉 这是把我一辈子看出来 好 无论如何 恭喜四位非常快速的回答 正确了 那其实为什么我们节目叫甜蜜的任务 是因为这是一个重粉的节目 很多这些环节啊问题啊 都是你们的粉丝为你们设计的 所以今天四位就算是挑战成功了 然后今天呢也是我以为的粉丝 获取到了一些福利 就是你们的签名照 来麻烦四位 就是你们的啊 你们那个 运营照 运营照 那屏幕前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粉丝宝宝们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礼品的话 就请关注我们的芒果好物 那本次节目的评论点赞 前两名也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哦 运营的任务成功哦 欢迎本期的嘉宾王一博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 王一博 现场回应烈搜集条 经历陈情令开摄趋势 陈情令开播到现在出现了很多热搜 就是你有没有比较想要吐槽 挺奇葩的吧 其实我还挺想拍一场淋雨的戏的 然后没想到就是打了个伞 我问到你我为什么出现了一把伞 就说蓝黄机不能淋雨 就角色设定 你角色设定就是不能淋雨 就不为一把伞 更多精彩 7月22号上午10点 记得来芒果TV解锁甜蜜的任务